傍晚 傅明华前来请安氏 白氏看着他就笑 今日 听说你去看了二姐儿 傅明华 看着白氏那温和的笑脸 勾了勾嘴角 今日看望傅明侠 他又不是遮遮掩掩 此时面对白氏的询问 也不心虚 点头就到 听说二妹妹精神不好 便送了些补品钱去 白氏笑了一声 等傅明华一走 却是问常嬷嬷 听说 他是听谁说的 今日傅明华回来 去了他院中的 便指得傅明沙 与骑士二人 傅明沙倒罢了 这个庶出的孙女 一向贴傅明华贴得紧 视她为傅府靠山 可是骑士 便不大正常了 据说最近的时间 齐姨娘 总往大娘子屋里去 一个做姨娘的 能跟嫡出的姑娘 有什么话好说的 白氏虽说 对傅明华不太喜欢 可也不愿 她跟骑士走得太近 拉低了身份 更何况 傅明华刚从 谢家的府邸归来 骑士便急巴巴地 凑了过去 跟傅明华一同 胡说八道 白氏心里猜想 是不是这骑士 太受傅其贤宠爱 以致看不清 自己的身份 说不定 是希望傅明华 与傅明侠闹了起来 她的女儿三姑娘 傅明珠 便正好出头了 婆媳本是冤家 傅其贤 虽娶谢氏 但并不宠她 反倒是这骑士 颇得她喜欢 以前看在骑士 为傅其贤 生下树长子 又是龙凤胎 还是自个儿远方 亲戚前来投靠 白氏也看不起她 犯不着跟自个儿 儿子的妾室计较 才没将她看在眼里 此刻一旦怀疑 白氏便有些容她不下了 就说最近天气寒凉 少夫人身体保养 就说我的意思 让齐姨娘 去南院的佛堂里 敬心 为她摘戒祈福时日 常嬷嬷就道 最近似乎齐姨娘 与姑奶奶关系不差呀 白氏一听这话 初识还没反应过来 一旦回过神来 这脸色顿时就变了 常嬷嬷看她表情 小心翼翼地道 最近姑奶奶约着三太太 与大太太商学 每次齐姨娘都随同了她 白氏手掌一下子便握了起来 常嬷嬷以为她会大发雷霆时 她却忍了气 点头道 去吧 骑士听说 白氏让自己去佛堂静心 为谢氏祈福 顿时心里便如开了锅一般 强忍着将常嬷嬷送走 骑士脸上便露出 猙獰之色来 我凭什么要为她祈福 也不怕折了她的手 一个病样子 也要我为她祈福 如今已经快到过年 她便相当于是被白氏 关进佛堂软禁了 不只是大好时日 要在佛堂中捡衣素食 更是连儿女 以及傅琪贤的面都见不到的 旁人热热闹闹过年 偏自个儿就要受苦 最重要的是 傅琪贤房中人可不少啊 平日里有她盯着倒还好 外头呢 傅琪贤虽然也喝花酒 不过有侯也在 不敢将外头的抬回来 最多治个外事 可她若是被困在佛堂中 这些人还能老实 骑士骂了半天 问傅琪贤在哪 向人说尚未归家 骑士压了压眼睛 想也不想 要去找傅怡琪帮忙 自己与傅怡琪 好歹如今也算是一伙的 白氏不知为何要折磨自己 可去求她 总归是没有错的 去了傅怡琴院子 又听人说 姑奶奶被夫人换去院子了 骑士哪里敢去白氏院中 等了一会儿 不见傅怡琪回来 便也只有灰溜溜地回去了 晚上傅明华听说 骑士被白氏院中派去的人 盯着收拾了包袱 眼泪滴滴答地 去了南院佛堂时 才微微笑了 她刚沐浴完 碧云替她搅着头发 炕上摆着一方桌 此时桌上放了残棋 她一手指指 一面分心 听碧兰说话 碧罗替她收拾了 换洗后的衣裳抱出去 碧青端了茶水进来 姜嬷嬷快回来了 若是看娘子晚上看书 又得心疼了 姜氏是傅明华的乳母 从她还未出生时 谢家便选中了 刚刚生产的她 将其送到了洛阳 傅明华出生之后 便由她乃大 姜嬷嬷对她的感情 比对亲生的儿子还要深 平时将她照顾得十分周到 这次是听说 姜嬷嬷的儿子重病一场 险些没了 她才高了价 回去瞧瞧的 碧青提起姜嬷嬷 是希望她不要再下棋了 他们总害怕 傅明华会急择损 平时身怕她太过费身 傅明华将手中的棋子一放 此时外头天色已经黑了 不过内院门 恐怕还没啰嗦 今日白师问她 如何知道傅明华身体不适时 她故意讲听说的 一白是性情 必定会误会 是其事不知好歹 跟她说了 今晚的糕点不错 端谢去五娘子方中 傅明华吩咐着 碧兰就回过神来 娘子担忧 其姨娘留了人下来 想要向世子通风报信 让世子爷去救她 那不是担忧 傅明华缓缓纠正着 手靠在矮桌上 她必定会这么做的 而她让人给傅明沙端糕点去 何事必定会知道 只要何事稍一打听 必定会想办法将傅琪贤缠住的 之所以选择何事的原因 是她在傅府之中 位置最为尴尬 为傅琪贤生了一个女儿 却没有得到名分 因为不是带下儿子的原因 何事往后无靠 只不过是个通房 眼见傅明沙越来越大 将来出嫁之后 一个数出的女儿 不见得会谋到多好的人家 一旦傅明沙嫁了 依傅琪贤凉薄的性情 若她安分守己 可守本分 将来恐怕能老死后院 已经是幸运了 可是何事当初选择 成为傅琪贤的通房 便证明 她并不是那安分守己的人 她肯定不甘愿 一辈子就这么毁了 有野心 有欲望的人 才会在发现 有机会时牢牢抓住 只是这次 让秦姨娘去佛堂的 可是夫人 莫非秦姨娘还以为 世子爷能救她 当时骑士哭得那样凄凉 看起来不像是打着什么主意似的 碧兰有些疑惑 傅明沙闭着眼睛 任由碧云的手指 在她发间穿梭 贼心不死罢了 骑士此时眼泪 还是流得太早了 她不是早就希望 我的母亲 能亲近傅林玉吗 那就如她所愿好了 腊月二十一 殷氏在谢府之中设宴 邀请洛阳有身份地位的人 前往福宴 傅家白氏自然是接到了邀请的 谢氏与傅明华 以及忠氏 沈氏母女等都要前往 谢立真虽然没有入室 但她出身谢氏 光是江州谢家这个名字 便足以给她镀上一层金了 洛阳权贵 无不已收到请帖为荣 二十日晚的前一天 傅明华就去了谢氏房中 请她带傅林玉出席这场宴会 明日便要赴宴 阿嬷嬷替谢氏 拿了衣裳去熏香 紫盈与紫轩两个一等丫头 跪在谢氏面前 替她染着指甲 带她 谢氏闭着眼睛 脸上抹了厚厚的香肢 说话时语气有些不耐烦 你该不会是被骑士 哄得晕头转向 迷了心吧 最近骑士总是数次三番地 前往傅明华院中 谢氏是心里有数的 但她却不懂声色 她不能护着傅明华一辈子 若是她连骑士的算计都躲不过 这样一个蠢货 往后哪怕是她留下庞大的嫁妆 她也是保不住的 傅明华微笑着 站在她面前 听了这话 既不伤心 也不害怕 脑子虽然没长好 不过这寒痒倒是够了 谢氏出了一口气 你也应该知道 你舅母搬宴辉的原因是什么 你若非要带她前去 你也应该知道 后果如何 谢氏话音冷冷的 一幅她若坚持 便也由她 只是往后 后果由她自个儿 一人承担的语气 傅明华点了点头 女儿明白 谢氏不再说话 她告了退 从谢氏屋里出来 其实 谢氏明白的道理 傅明华也明白 她只是要谢氏一个态度罢了 至于带傅林语 那不是便宜了其事吗 第二天一早 傅明华早早收拾妥当 先到谢氏院里请了安 才与谢氏一块前往白氏的院子 虽说殷氏与谢氏之间关系密切 但谢氏始终是嫁进了傅家 一切还得以傅家为重 所以傅家的人都是会分批乘坐马车前往谢宅的 来到谢氏院外时 傅明华脚步顿了顿 靠安嬷嬷扶着走的谢氏 拿帕子捂了嘴 有些不耐烦地转头看她 正要说话 傅明华手里的帕子却落到了地上 她弯腰去捡 眼角余光里便看到 另一边也有人来了 今日时间倒是掐得好 正巧与沈氏母女遇上了 信誓虽瞧不起沈氏 但遇都遇上了 若是离开会免失礼 只是雪地冰冷 安嬷嬷扶着她 前往不远处的回廊木板上候着 傅明侠其实神色还有些苍白 不过今日这样的盛氏 错过了 未免可惜 殷氏摆明 就是要给殷家的两位娘子 相看夫家的 今日必定会有洛阳各夫人 带着儿女出现 沈氏一心想要给女儿 寻门体面的亲事 以便往后自己在傅家 抬头挺胸 自然是不会缺席的 傅明侠跟沈氏的想法差不多 因此他强撑着起床 为了掩盖苍白的脸色 他敷了细粉 还运了胭脂 看上去倒是显得比他实际年纪成熟些了 大伯母 二妹妹 好些了吗 傅明侠含着笑意 看着沈氏母女走近 便不由招呼了一声 一看到他 傅明侠的脸色便有些阴沉了 今日可不是由他闹脾气的时候 沈氏掐了一把女儿 示意他规矩些 傅明侠强打起精神 勉强一笑 便将头转开了 二妹妹身体可好些了 大伯母是要带二妹妹出门赴宴的 傅明侠装处有些关切的样子 问了一句 傅明侠正要开口 沈氏瞪了他一眼才笑 多谢大娘子关心了 还有老你送些药材过来 这些药材有用 二姐又只是做了两碗噩梦罢了 自然是要可以敷烟的 傅明侠忍了半声 又被母亲瞪了一眼 看到傅明侠的笑脸 终究没能忍住 莫非你除了与二叔母同住 还能带谁同路了 谁不知道 二房谢氏只生了一个女儿 又没儿子 此时因事设宴 要的也只是傅家嫡出的 庶出的 连接铁的资格都没有 大房只得自己母女二人 莫非还有旁人了 傅明侠明知故问 实在是气杀人了 傅明侠本以为 二房的情况也跟自个儿差不多 谢氏也独生了她一个 自己这话 必会问得她 哑口无言的 没想到傅明侠却顿了顿 母亲正欲带玉格儿欠去 听了这话 傅明侠先是一呆 继而又是吃了一惊 回过神之后 正想说傅明侠胡说八道 发了疯 可转头却看到 谢氏站在不远处的回廊上 居高临下 冷冷盯着这边看 她敢跟傅明侠回嘴 但跟其母审视一般 对于谢氏是又畏又有些自卑的 此时傅明侠说的话 谢氏离得不远 肯定是听到了 这会儿既没有大声呵斥 又没有反驳 显然傅明侠说的是真的了 二房贵妾齐氏 一直想将儿子送到谢氏西夏 抬高傅林玉出身 往后好继承附驾 可是谢氏之前从没如其事的异国 众人背地里都在嘲笑 其实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罢了 可此时傅明侠这样一说 莫非是谢氏认为 自己没能为傅家传宗接代 想要认个儿子 好做往后依靠 巩固他的地位了 傅明侠转头与神母交换了一个眼神 母女二人都暗自惊异啊 沈氏则是想的更多一些 与谢氏相比 他也没有儿子 丈夫又去世了 以前只想守着一个女儿 往后女儿嫁得风光 傅家能看在傅明侠的份上 为他养老送终罢了 沈氏也一直觉得 自己虽然没能生下儿子 可谢氏也是差不多的 白氏虽然不见得多喜欢她 但也对谢氏没什么好感 谢氏之前高傲 从未想过任养数字 沈氏便也觉得自己倒还好 可若此时谢氏改变了心意 二方往后有了嫡子 白氏不得更看自己不顺眼了 想到这里 沈氏脸色都有些变了 傅明华看到 沈氏微微哆嗦的面旁 嘴角勾了勾 拉了拉披驳 便垂眸含笑 大伯母 二妹妹 母亲正在等候 明华就先行一步了 她说完 提了裙摆 朝谢氏走去 傅明侠看着她的背影 支驳甲险些都掐进肉里了 母亲 傅明侠脸色微微有些扭曲 转头却看到 沈氏神色有些慌张的样子 凑近她耳边小声道 莫非 二叔母 想将傅林玉养在自己门下 沈氏没有出声 身旁的丫鬟婆子 都将头低垂了下去 装出一副 木头人的样子 这可不行 沈氏不说话 傅明侠 则沉不住气了 我不会让她如意的 她就是不喜欢傅明侠 傅明侠以为 谢氏领养了傅林玉 她往后便有了依靠吗 自己不会让她如意的 她想要有的 自己不会比她更差 如果傅琪梦不死 自己才是侯府世子的女儿 怎么会轮得到她 若不是因为她 碧红也不会死 现在 她还在自己面前 耀武扬威的 后在这儿 说不定 是专门为了炫耀的 傅明侠摇了摇嘴唇 牙齿上已经染上胭脂了 她深呼了一口气 望着傅明华与谢氏离开的方向 谢氏想要认养傅林玉 那沈氏也可以过记儿子 在自己名下 到时 看谁输谁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